Google 大家好 我是小晴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歡的法國折扣記 汁 我買了些什麼汁 大尺碼購物 如果你也是大尺碼的同學 妹妹們 歡迎你也加入 然後如果你在看完影片之後覺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想知道我怎麼穿搭的話 好的 在我們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還有什麼主題想要我拍的 可以給我一些建議嗎 因為我自己在想的時候真的是覺得 好難想主題喔 因為我也不知道大家想看什麼 我覺得有趣的題目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有趣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建議 或是你想看內容的話 可以麻煩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去有一個方向去思考 這次折扣記我買了些什麼 我覺得我這次沒有買很多東西 跟上一次比起來的話 我這一次我現在先從化妝品開始好了 因為我比較我買的最少的應該是化妝品 我先開始介紹的化妝品是這個 這個其實它不是折扣記裡面買 它是在我在折扣記開始三天之前 因為其實在法國折扣記開始之前 它會出一個像是什麼買三送一 或是買二送一的這種東西 其實它們會有這種就是在折扣記開始之前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去結算 去算一下就是到底 到底是折扣記買的時候比較划算呢 還是在折扣記開始之前比較划算 因為折扣記開始之後 它可能就是變成這個單樣的單價會變低 可能是七折或是七五折 因為KIKO的東西本來就很便宜了 然後我買的是剛好是買四送一 然後是跟阿宅他媽媽一起的 所以這個是阿宅他媽媽送我的 就是我們一起結帳的時候 他沒有跟我拿錢 所以就是算他送我 就是謝謝謝謝媽媽 對 這個系列的話就是 如果你有追蹤我Instagram的話 你應該就有看到我有PO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在台灣是沒有KIKO的貴的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給大家參考啦 我覺得還不錯 他們的我覺得KIKO的貼好很好看 然後它是有一點 它是有一點帶偏光 所以他刷在臉上的時候 而且我挑的這個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那個 在鏡頭上面看起來很粉紅 可是它其實是有一點橘色 因為它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這個 然後一個是超級粉紅 然後一個是超紅 偏紅色的 然後我買的是這個橘色 就是如果你像我今天也有打 打在這裡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 這一顆就是我說的 跟那個表姐講的一樣 就是這一顆腮紅 大概可以可以整個村莊的女生用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用完 然後這個系列還有出這種 單顆的超亮的腮紅 不 超亮眼影 它真的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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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亮 很亮 很亮 而且我覺得很好看 個人覺得很好看 就雖然 我通常我出門化妝的時候 我不會只有擦一個顏色的眼影出來 就是最後可以 人可以點在中間的地方 我現在臉上也是刷有顏色的眼影 所以應該是 欸好像可以看到 然後 就是中間這裡 嘿 美白 我覺得非常的 漂亮 亞洲最近的櫃應該是香港吧 我猜應該是香港 接下來的東西是 呃這個 這個也不是在折購器的時候買的 可是我覺得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一盤 然後你如果有看我Instagram的話 你應該是有看到我有PO這一款 這一盤的話 它是ZOEVA的 ZOEVA的眼影盤 這一盤是我在 聖誕節的時候 它是 Sephora裡面的 有擺出來的 眼影盤 因為 這個牌子 只有在 Sephora的網路通路才買得到 所以 一般來講 是不會在店裡面看到的 然後 我就看到店裡面 剛好聖誕節的時候 它就這一款 然後還有它的 修容盤 還是腮紅盤 忘記了 它長這樣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方便使用 除了這一顆藍色之外 其他顏色我覺得我都非常喜歡 我超喜歡這一顆紅色的 我最近很喜歡的裝飾是 這顆紅色的 配這顆黑色的 然後把它們暈在一起 就會變得很 很 很像吸血鬼 我覺得會有很像那種吸血鬼的感覺 就是 暈染漸層的 紅黑這樣子 也不是到酒紅喔 就是 紅色跟黑色 然後把它暈染的 暈染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跟 因為我有買別盤 跟台灣很紅的 好像是這一盤 比起來的話 我比較喜歡 這一盤 是的 大家可以去看 網路上有很多很多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就不在這邊刷色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專業的 所以就是 如果你對這兩盤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看一下別人的刷色 對 再來就是 最後一樣化妝品 我這次真的沒有買很多化妝品 而且也不是在折扣機的時候買的 唯一在折扣機的時候買的是 這個 就是Beauty Blender的組合 就是大 中 小 三顆 原價是 32歐 折扣變成 20歐 這 40% 我覺得很划算啦 因為通常這一顆 在法國的話 好像是賣16歐 還是 16.9歐 就很貴 所以這個組合 我覺得很划算 然後剛好我那顆也蠻舊的 接下來的話 是 一些 配件 就是 我買的是這個 這個的話 這是一個髮帶 我會把照片放旁邊 然後 你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我還沒有穿出去的話 我會PO原始照 在旁邊 進入冬天之後 法國會有很多像這種頭飾 因為法國人其實在夏天的時候 不太會帶這種東西 他們都是在冬天的時候會帶 然後我就看到 就 打折了 然後覺得還蠻可愛的 可是我發現其實 其實 我剛剛剪完這個頭髮 帶這種髮褲還蠻適合 可是我自己看起來 就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要 變成要搭 非常非常好 從頭到腳 要一致性很夠 我才不會覺得 難優 反正就是 這樣 然後還買了兩雙襪子 H&M的 就是我之前講的金蔥襪 這種金蔥襪真的 很好很好搭 不管你要搭什麼 都很好搭 你要搭球鞋 你要搭皮鞋 你要搭高跟鞋 都很好搭 我只有 我在法國 因為法國很多襪子真的很稠 所以 我 基本上我都看不上眼 然後只有這種 素色的金蔥襪 我比較愛 所以 我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也買了 另外兩個顏色 然後今年夏天 也買另外兩個顏色 好的 配件跟化妝品 就這樣就結束了 是的 我真的沒有買很多 這些東西 然後 現在來開始介紹 衣服 是的 今天介紹的衣服 第一件衣服是這一件 這一件是 我在 我看一下在哪裡買的 呃 Poor and Bear 這個好 在台灣好像只有台北 台北有店吧 我在台中 我好像從來沒有看過 太難我了 南部我就不知道了 呃 它是一件花花的長板襯衫 大概到我的膝蓋 在上面一點點 我覺得它非常好看 而且 它這種材質 呃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材質 就是 棉的嗎 應該是棉吧 就是棉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 因為 其實胖的人不太適合穿 太鮮豔 或是 花紋太大的 花的東西 算很喜歡 像是碎花 碎花其實胖的人不太穿 因為 碎花你穿的話 會真的很像 一塊桌布 桌巾 走在路上 就 非常不ok 所以我們要挑 挑花色跟挑 襯衫顏色的話 要很小心 就是像夏天會有很多 花的 褲子啊 花的 呃 花的東西 就是碎花的東西 就是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挑 不然 穿在身上 真的會很像 一塊很大的 窗簾布還是什麼的 在街上走 所以就很不ok 就是 花褲我也蠻喜歡的 可是 說真的 花褲如果穿錯 或是挑錯 花蚊的話 我們會把那朵花 變成是高麗菜 你懂的那感覺嗎 所以就不太好 所以這一件 剛好是 我覺得它夠寬 然後 也不會太寬 然後 花蚊又是 好看的花蚊 我覺得 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接下來是 在我的 Instagram 不斷曝光的 是的 這件毛衣 這件毛衣 應該是 很多人就是看到 不想再看了 對 因為 我真的覺得它是我 這一次買到CP值最高的東西 我買這一件 它才17歐 17歐很便宜 對於一件毛衣來講 而且它很厚 然後 對於比較胖的女生的話 其實毛衣很難買 因為 我們穿 毛衣就是 一個很膨的東西 所以我們已經夠膨了 再穿毛衣 我們會整個人看起來很像 一顆球 或者是 如果挑錯顏色 會不斷的 無限放大 我之前有去試穿 那個米色的那種毛衣 好像很垂的 垂墜縫那種 穿起來超不OK 超起來超肥 超肥 反正就開始感 很胖了 就是超肥就對了 像我的話我不會穿 不要說毛衣啊 我不會穿像小高領的東西 因為 胖的人會有雙下巴 所以如果你穿小高領 然後剛好是擠在這裡 然後剛好把雙下巴給擠出來 給大家看 就是嗨大家好我是雙下巴 這樣子 所以 我都會挑 要嘛就是特高領 不然就是V領 不然就是D領 我們通常不太能穿 小高領這種東西 所以不管是什麼材質的小高領 穿起來都不OK 因為 胖的人就是 可能比較沒有脖子 或是雙下巴很大 很大一塊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真的很想要拍一個 就是怎麼穿大的影片給大家看 可是 因為我現在的住的地方實在是太小了 所以 一切都要等我搬家之後 如果我有自己的空間 或是 我有客廳 或什麼之類的 我會比較好穿 所以 如果 有在敲碗的人看 可以給我一點時間嗎 就是 等我搬家之後 或是等我回台灣之後 我再來拍一個比較完整 就是 我想告訴大家 我怎麼穿搭 而不是 我不想教大家 我想告訴大家我怎麼穿搭 對 如果你還喜歡我穿搭的話 好 反正就是 剛好這件毛衣我看到是 非常符合我的封 符合我的需求 他就是非常大的 高領 厚領 寬領 對 剛好可以把那個 雙下巴的地方剛好 全部都遮住 然後 他的袖子 是這種袖子 就是剛好可以遮從 因為 如果是 當然說有些人會說 這個 反正會看起來比較胖 或什麼之類的 呃 對 有可能會看起來比較胖 可是我覺得這一件 還蠻修飾的 因為他就是 寬的 讓就是 要嘛就是超寬 這個就是做那種 超寬的 超級寬 如果是那種 只有寬一點點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你好像很肥 可是這種 特寬 然後中間做收口 我覺得就很可愛 我個人覺得很可愛 可是 他唯一的缺點 就是 他是很短板的 他很短板 他真的超短板的 他只有這樣子 他基本上只有到腰 沒有辦法遮住 就是我們胖的人 可能小腹那邊有一塊肉 那一塊肉 是沒有辦法遮住的 所以我穿這一件的話 我只能穿裙子 就是 你買那個衣服 其實穿衣服沒有一個規定說 你一定要買什麼樣的衣服 而是 你買了之後 你要去想他怎麼穿 我還是很滿意這件衣服 雖然他蠻短板的 可是 我很滿意 對 我很喜歡他 接下來是下半身系列 褲子 褲子 褲子我買了一條這個 直條紋的 彈性的西裝褲 他是有彈性 所以他是貼腿的西裝褲 呃 我很喜歡穿 這種西裝褲 或是休閒褲 我不喜歡穿牛仔褲 牛仔褲 我覺得他不管主打 顯瘦 或是什麼 貼腿 然後顯瘦 什麼的 增長拉長 我覺得 對於胖的人來講 就是 就是胖 他就是 我覺得穿牛仔褲 我從來不覺得 穿牛仔褲有到 什麼看起來比較瘦 但是對瘦子來講 會看起來更瘦 對胖子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因為 牛仔褲就是 因為我們大腿內側是黏在一起的 不像瘦子一樣 是 你們大腿都有縫 我們大腿沒有縫 對 好反正就是我們大腿會一直摩擦 所以你整體遠看的話 其實我們的 腿的曲線會變這樣 就是會變成很 內巴還是外巴那種感覺 反正就是穿牛仔褲 我穿牛仔褲 我只有買 類似這種 就是我接下來會介紹的那一件 那我先介紹這一件 我喜歡穿這種西裝褲 或是打折褲 或是休閒褲 我覺得他比較 我覺得他比較好穿搭 可是像是那種什麼老爺褲 我就不太推 因為 或是你腰上面會有圖案 像是腰上面會有個很大的 蝴蝶結那一種 或是高腰設計的 我覺得胖的人 其實就不太適合 因為 我們的肚子就是比較大 所以 比如說 雖然打了一個蝴蝶結 在那邊遮可 可是等於說 你會把 你東西全部都曝露出來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像是 褲頭上面有什麼 裝飾的東西啊 我基本上還是不會太 不會去選 不會去選購啦 好 我喜歡這種打折褲 我覺得這種很好搭 不管你 上面是 搭這個很寬鬆的衣服 很寬鬆的襯衫 穿這個出去 然後再加一雙 皮鞋 或是穿一雙 我就穿球鞋 穿一雙比較休閒鞋 我覺得就很ok了 接下來是 我只會買這種的牛仔褲 就叫做 boyfriend 對 我只會買男友褲而已 男友褲我覺得是最ok 給胖子來說最ok的 呃 啊 忘了說 我剛剛這件 這件毛衣是在 H&M買的 然後 這件褲子 這件褲子在哪裡啊 其實我忘記了耶 是在 我在 在法國的某一個小鎮 的一間店上面買的 我也忘記 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麼 反正就是 看到就買了 然後 接下來是這件 這件牛仔褲 這件牛仔褲我是在 ASOS上面買的 是的 然後我的尺寸是 三十四腰三十二長度 對 三十四腰 呃它是牛仔 它是boyfriend jeans 然後有破洞 然後下面有打 有打 褲 褲褲管 有打折這樣子 呃 我買的時候 這件好像是 十八歐還是十九歐 就還蠻便宜的 如果 我覺得在法國 歐洲要遇到 便宜的牛仔褲 真的是蠻難的 這邊便宜 隨便一件牛仔褲 都要 破千吧 台幣 一定都破千 然後 不然就是一千五 一千三左右 然後這剛好是 ASOS的時候打折 對 ASOS的話 在很多折扣季的時候 都會打折喔 然後就算不是折扣季的時候 也會打折 然後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你可以用 學生證 去申請他的 學生折扣 他會有 每一次購物 你可以折十趴 就是 每一次購物 你都可以折十趴 只要你把那個 那個 那個扣 他給你那個折扣碼 因為那折扣碼可以用到 你 你 你當初輸入的 那個日期結束為之 他可以用一年 如果你是 交換留學生 或是你是 呃 你在這邊讀大學的話 就沒有差了 呃 在台灣應該也是可以用 因為ASOS也有送台灣 買了這一件 這一件 這一件我還沒有穿過 這件是我 昨天剛收到的 然後我會把照片放在旁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接下來是最後一件衣服 這一件衣服 是 一件洋裝 他是做 類似娃娃妝 的那種感覺 就是 也不是娃娃妝勒 就是他上面是 是 是這樣子的 然後 下面很長 他是一件 洋裝 我昨天試穿完這一件 啊 連阿宅 他都說 他喜歡 因為通常我買衣服啊 他都會說他不喜歡 不知道為什麼 他都會 反正他就不喜歡我穿衣風格 呵 他不太喜歡看我 穿那種 就是 說你為什麼要穿那麼大件 你可以穿合身一點 之類的 不用穿到這麼寬鬆 這麼寬鬆 他大部分都會說他不太喜歡 或是我買鞋子 他有大部分也說我不太喜歡 這件是在ASOS買的 然後還有最後一件 是我身上這一件 差點忘記了 我這件也是在ASOS上面買的 然後 這一件的話 他也是娃娃妝 可是他這邊是自己 抽繩子的 綁起來的 然後他後面也是綁起來 你看我吊牌還沒塞 又晚沒有穿出去過 因為這件 後面是綁繩子 這樣子的 吊牌還沒塞 因為 這一件現在外面氣溫是附的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辦法 把這一件傳出去 這一件的話 他就說他不喜歡 因為他覺得太寬太大了 然後他是低的 我覺得這一件的話 有點看人 因為 我自己穿在身上的話 我很喜歡他的剪裁 可是我穿在身上 我也會覺得 我不知道是因為 他的材質還是什麼 他的材質比較挺 所以會讓整個人看起來 有一點膨 會看起來他是肩膀很大 或什麼 所以你把他拉 拉旁邊一點 然後可能 繩結的部分 要 要 術得剛好到位 不然 看起來也會 看起來也會蠻奇怪的 可是 我 我太喜歡他剪裁了 所以我就沒有拿去退 接下來呢 是最後一批東西 是鞋子 因為 我的腳很大 如果你也是大腳丫的女生的話 你真的 如果有機會可以來歐美的話 我覺得你會覺得來到天堂 如果你也是腳很大的女生 我這一次買了第一雙鞋是 這一雙 個人覺得非常好看的懷靴 先拿一隻好了 我覺得他長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他的 呃 像是 就是 炫頭啊 或是 整個造型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很好看 可是說真的 他真的很高 我有穿出去過一次 然後 我一穿出去 走了大概50步 我就後悔了 因為真的是 太高了 這雙的話 我真的覺得很 比較適合在 不需要動的場合 像是你去一個餐會 或者是 你不需要走很多路的地方 這雙我覺得非常好看 穿起來就很好看 然後重點是 這一雙超便宜 這雙才17欧 還18欧而已 超便宜的耶 在歐洲 歐洲 在歐洲的物價來看的話 這雙真的超便宜 而且很美 第二雙鞋也是 昨天才到的 是的 因為這是我在 最後一天 折扣季最後一天下飆 這兩雙鞋是在 ASOS買的 第一雙是 這個 超好看 先告訴大家 這雙沒有打折 這雙是我之前 做記號 就是加到我最愛裡面之後 可是 它後來 收到 就是沒有尺寸 沒有我的尺寸了 我就有點難過 結果我上次一看完 就發現 它又補貨了 我就買了 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紅色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個漸層 黑色跟紅色 就跟我最近 喜歡那個眼影的感覺很像 就是 不是酒紅 就是黑色裡面 混紅色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 這種大圈圈 我覺得非常好搭 這雙我非常喜歡 雖然說 可以感覺出來 它應該 不好穿 因為很硬 它是ASOS自己的牌子 它應該很硬 所以應該會 痛苦好一陣子 才有辦法把它穿軟 可是 沒關係 我覺得我買到一雙好看 然後我喜歡鞋子 喔 忘了講我的鞋碼 我的鞋碼是 45號 日碼是45號 然後歐碼是 42號 美碼的話是 9號半或 10號 如果我穿球鞋的話 接下來最後一雙是 這個 對 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買類似這樣的鞋 可是後來被我穿過來了 然後我在這邊 我一直想要找類似的 可是 有一點難找 因為 他們 他們 歐洲人的腳比較瘦 然後我的腳是 我是肉咖 所以 我 他們設計的那種 炫頭或是什麼 對我來講會比較不射 像是尖頭啊 還什麼的我比較不OK 然後 好不容易就是 它出了這個 我看到說 我就馬上下標了 這個好像也是有打折的 樣子吧 還是沒有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 我對於我看到喜歡的鞋子 因為我的鞋子很難買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看到我喜歡鞋子 我 比較不會去care它的金額 然後其他也沒有多貴 它大概才 30歐吧 應該沒有超過30歐 應該20幾歐 25歐而已 對 其實也沒有到很貴 然後 跟剛剛那件黑色的長洋裝 昨天我搭了一下 非常非常好看 好 就是我最近的戰利品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然後我的電池也快要沒電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然後 如果你有什麼事情想要跟我講 或是 你覺得有幫助 或是你還蠻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來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